晚清老照片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 人力车夫拉着两名女子照相馆摆拍 上海的独轮车 这辆独轮车上坐着八个成年女子和一个孩子 可能已经达到她的承载极限了 上海是晚清最繁华的都市 充满了现代化因素 但是这些照片所展现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都很传统很落后 不能不说是出版者有意为之 上海老闸补房里的犯人 老闸补房是上海公共租界巡补房的一个分区补房 相当于警察分局 位于南京路51号民国期间大门 开到了贵州路101号 里面有一处可同时关押60人的牢房 该补房成立于1860年10月 也在于1943年上海老闸补房的印度巡补 老闸补房有19名欧美籍巡补 31名印度巡补和80名中国籍巡补 印度巡补多维希克族人 头裹红布 一男子吃米饭 乐不可知的样子 照相馆内摆拍 理发师与顾客 照相馆内摆拍 来华外国人对清朝男子的发型很不理解 常常的发便既不卫生也不美观 经常对此头以鼻疑的眼神 甚至加以耻笑 上海小朋友可以 个个萌萌哒 鼓着男子吃午饭的场景 照相馆内摆拍 这本是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场景 外国人却很感兴趣 还特意在照相馆内不仅拍照 不过我们也可以借此了解晚清百姓的社会生活 上海四马路 吉福州路 晚清上海最大的商业街 不是南京路 而是福州路 这条马路上 妓女 妓子 官员 商人和文人都混迹其中 三教九流 醉生梦死 那个中西大药房的广告牌很显眼 上海御员胡心亭 胡心亭始建于清朝 乾隆年间 一 855年改为茶楼 至今仍在 已经历了160多个年头 有海上第一茶楼的美誉 很有文化气质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和订阅